纽约州州长霍楚联合州检察长詹乐霞 10月24日宣布将继续大幅扩大红旗法的实行范围 为全州警察增加460万美元拨款空枪 并在上周七座城市投资2800万美元打击枪支犯罪 红旗法核心在于赋予警察权力 使警察可以从有迹象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的拥枪者手中扣押他们的枪支 霍楚指出,这2800万美元通过RICE项目提供 每所城市获得的400万美元中 200万美元直接给予社区组织 以实施扩大和改善预防枪支暴力服务 另外200美元则作为城市政府资金 以应用于加强公共安全的社会服务 他还表示,自红旗法今年初扩大实行范围以来 全州极端危机保护令在4个月内就增加了1908份 比红旗法2019年8月25日生效以后发出的保护令增加一倍以上 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10月24日下令 继续沿该州境内美墨边境线堆放货运集装箱作为边境墙 以阻挡非法越境者 此举等于公然违抗联邦政府先前要求他撤掉现有集装箱的命令 按照杜西命令,亚利桑那州政府开始沿该州科企斯县境内的美墨边境线堆放双层集装箱 以填补边境墙的漏洞 两周前,美国灌溉局通知亚利桑那州政府 要求移除堆放在油码的集装箱 称其用地属于联邦土地 堆放集装箱行为并未获得授权 因而违反联邦法律 杜西拒绝执行通知要求 并于21日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准许他保留油码的集装箱 并提及在美国林业局下辖土地上堆放新一批集装箱的计划 美联社报道 按计划,新堆放的集装箱将覆盖大约16公里边境线 杜西说,这项工程一共需要2700多个集装箱 10月25日,阿迪达斯正式发布声明 由于坎爷、Ken Invest最近的反犹太主义言论 终止与其的所有合作 阿迪达斯的椰子产品线也停止生产和销售 阿迪达斯目前的销售之王正是坎爷的椰子系列 在阿迪达斯销售额中占比高达8% 根据阿迪达斯上财年的数据 2021年,阿迪达斯椰子系列运动鞋的销售额达近17亿美元 同比增长31% 而椰子也从中获得了1.91亿美元的版权费 除阿迪达斯外,包括巴黎世家 GAP在内的多家品牌 已先后宣布同坎爷终止合作 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组建的 不明空中现象独立研究团队 10月24日启动工作 这一团队共有16名成员 集结了物理学、天体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 研究将只关注非机密目击事件 确定如何分析来自政府机构、商业机构和其他来源的数据 为未来NASA和其他组织对不明空中现象的研究 电竞基础 研究团队打算先花9个月时间制定研究策略 继而拟定一份关于今后如何展开分析和研究工作的路线图 预计将在明年中旬发布首份报告 上海、江苏等地已优化入境人员防空政策 目前江苏省对入境人员实施7天集中隔离 加7天居家隔离的管理措施 并取消此前的后7天居家监测要求 今年11月1日起 上海允许入境从事货物贸易 提供服务或进行投资的自然人的随行配偶及家属等相关人员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获得一定居留期限 享受签证便利 持有与中国外交关系国家普通护照的外国人 因紧急商务事由来不及在中国驻外机构审办签证的 可由邀请其来户的企业 网上提出外国人口案签证预申请 优优独立